花两万把地填高 东家这块地旁边有一条河 每次种完东西下暴雨地涨水 河边的水就会蔓延到地里面 导致颗粒无收 所以东家的意思就是把这块地填高 随此来避免这种情况 东家也是非常的相信我 全船交给我来安排 旁边没有吃土的地方 肯定是需要脱土来填 我就喊来了开国劳河车的舅舅 倒完土肯定是要平整 后世才好继续倒土 我又喊来了开小挖机的表弟 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 今天肯定要给东家花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旁边有个人听说要吃土 赶忙跑过来跟我说 我屋后面有很多的土 你随便挖 我一看离得比较近 脱土不用跑多软 只是要从这里修一条路修上去 这都不是问题 只要近那干起来肯定销入就高 用的时间就少 为东家要节约不少钱 稍微大概修一下这条路 挖机能够站住脚 我们就开始直接装车 现在我们的思路 我就挖土装狗脑河车 然后狗脑河车就把土倒到地里面去 我表弟就把倒的土给它扫平 就按照这个节奏 把土就这么给它从前面往后面填过去 安排好这些工作 我就一边往后面退 一边往后面挖 因为这几天路是下雨 土比较湿 车拖不了几下就压了很深的潮 这也是我没有喊大车的人意 根本就爬不上来 也倒不下去 趁着没有车的时候 我挖了点干土 填一填 垫一垫 路修平了 效率才能提高 下过雨的土比较连 拖着吃一车 肥来半车 表面的挖完肯定就会好很多 这房子挨着山 也实在是挨着太近了 下暴也不怕土垮下来 把房屋砸垮 不过现在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等一下只土挖宽呢 就会得到改善 因为这里土已经挖下去了 它旁边上面有一个房子要上去 我这里就给它用土 给它做个台阶 不然它爬不上来 我们弟兄几个配合 那是相当的默契 很快 这房屋旁边就挖平了 已经是挖到了屋后面 屋后面长得这么抽一棵树 它也不怕风吹倒 砸到自己的房子 直接给它挖了 然后给它丢到旁边 这棵杀树还有这么大 应该有点用 这些比较细的树 就没什么用了 我们直接给它搞断 拖走 你看这些小树啊 已经完全是长到了屋顶上 虽然说现在还比较小 但是如果以后长大了 那不得了 全部给它搞断 拖走 这房屋后面真的是杂草重生 还有很多的八毛 经过这么一清理 你看这后面 看着就宽敞了很多 诶 这里怎么有个岸 不会是挖到那啥了吧 这里先不挖了 我问一问 刚问了一下东家 他说他居在这里几十年 可以非常的确定 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放心挖 可能就是一个什么老鼠洞 还是啥的 不用担心 后面挖到这个位置 就不再往前面继续挖了 再挖过去 就挖到了别人家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从这里 挖出去就可以了 这里怎么会有个坛子啊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你看这后面 已经挖了很宽了 填的土也差不了多少了 现在对于这个房子 那就宽敞多了 不怕风把势吹倒 也不怕暴雨冲垮 虽然这户人家跟我说啊 他只需要把后面挖宽就行了 不需要搞多漂亮 但是我这个人呢 做事有始有终 既然给他做了 要搞就给他搞好 感觉坡度有点高 怕下雨的时候 上面的土滑下来 我就把上面这些比较松的土 给他挖下来 后面我们也给他烫一烫 搞光滑 搞漂亮 最后再给他把后面收平 剩下的土 装车认走 这样是不是就美观了很多 看到旁边这只在跑的鸡呢没有 这后人家说了 等一下把这只鸡杀了 后面给他搞得这么好 一定要好好的靠拦一下我们 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给他用土做了个台阶 现在要我把这个木梯子给拆了 准备重新搭 这个我们就要轻轻的推一推 别太用力 连他房子也一起拆了 推下来之后 我们就给他摆到边上就行 话说另一头 我表弟那边他就比较轻松了 那真的是舒舒服服 他等个车倒土要等半天 把土倒过来之后 他稍微爬两下就搞定了 又继续等车倒土这阳光磨的 随着那的土越来越多 场地我们也打开了 由人来的两辆古老和车 后面增加了三辆 四辆 那下午日不同网络 你看倒土就不用一个一个车倒了 所以几个车同时一起倒 表弟这就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 我忙不死他 就是一个清晨 雾蒙蒙 随着我们弟兄 几个携手共进 屋后面的土挖的差不多了 工程进度也接近了尾声 只有这后面一点点填丸 我们就可以搞完了 整块地加高填完之后 我又从别去给他掉了一根废弃的管子过来 因为我们把地加高了 这里面有个鱼塘 水放不出去 我们需要重新给他埋一下管子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埋管子啊 也是怕土太死 把管子压迫小挖机就在那里挖钩放管子 我就把前面还不平整的地方 给他收一收搞平整 还有这旁边的地方都给他拍一拍 拍紧实 防止一涨水的时候又给他洗下去 可以看到啊 旁边故意留了一个台阶没有田 这么做的软烟 简而易见 因为旁边四条河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旁边这里肯定会洗垮 这里拍一拍 那你收一收 扫一扫 弄平整 整块地啊 就可以了 这块地上面啊 东家说到时候还会拖点比较肥沃的土 扑到上面 种点羊肉土豆马铃薯啊 那不得了 还有上去的路上啊 收一收 扫一扫搞平整 来来肥肥给他仿佛的碾压一下 小挖机就让他去上面 我上面那里挖平了之后 屋后面还需要挖条排水沟 这么多的设备 大小挖机 狗脑和车 总共耗了三天的时间 总算是搞完了 东家非常的满意啊 虽然花了比较多的钱 最后看一下效果 这是前面这块地 加高填平的样子 到时候这上面还会填一层肥沃的土 那就很高了 基本上水就不可能淹得到 这是旁边这户人家 屋后面挖宽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啊 这后面已经挖了排水沟 这么宽敞啊 说实话 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怕 我怎么感觉搞来搞去 就是帮别人搞了一会儿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搞完 收工 哎 树很棒 火炸 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 把破了的水泥路挖掉 用狗脑车拖走 再把陆积整平 重新打上粉泥土 狗脑车还没有来 我们先把这些水泥块给它搞碎 等一下装车的时候就比较好装 我们水泥路就完 看它们的水泥路就完结了 再放入水泥路就好了 我们再来 Vera 和它们的水泥路就完结了 车来了 我们不玩了 我们现在开始装车 像这种不关后门的 我们先装后面 把后面堆起来 这样才能装得多 还剩下一点点 我们先给它扫到一边 我们先把这里的路基 清理平整 这中间挖一个埋曲血管的沟 不知道为什么 一说要我挖沟 心里就有点慌 这里这样就算是搞完了 前面还有一块烂漏的地方 我们开到前面去 老板可能是看我玩水泥块 玩得比较开些 玩得时间比较长 这里他要我用炮机给他打一下 然后再装车 最主要的是 有一块板破了一半 另一半没有破 老板只想搞一半 所以喊我放上了炮机 把这里垂一下 顺便再把破了的水泥路 打上一些洞 等一下挖起来装车的时候 直接就会破 就不用我摔着水泥路玩 水泥路上面都给它搓满了洞 你看现在一挖起来 它直接就碎了 我们直接挖起来 就可以装车 装完之后 再把路机清理平整 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 好 最后再扫一扫 收一收 排一排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搞完 收工 就很棒